这个东西叫做光线感测器 光线感测器目前手上这两个 上面这个是用光影电阻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电阻 它里面有做了分压 所以光线不同的程度 光线亮度不同的时候去照射它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电压变化 下面这一个它一样是光线感测器 不过它用的是二极体 二极体就像LED 那个就是属于二极体的部分 所以它们的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三只脚GVS G跟V就是负责模组的供电 这一个模组供电运作的部分 那另外out或者是signal 这个就是它的讯号的传递 所以它会根据现在现场情况 光线的强弱 进来这个光明电阻之后 然后藉由分压的原理 它会产生不同的电压讯号 然后就藉由这个讯号传到 Arduino的板子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光线感测器的接线的部分 那一样是GVS 所以我们一样用杜邦线中红橘 接到那个扩充板上面的短的这一排 analog的这一排类比输入 那我们在示范的范例里面把它接在A0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 那你也可以接在其他的角位 那如果你接在其他的角位呢 请你记得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的程式的角位要配合你的硬体接线的实际角位 那光线感测器的程式 我们一样来看 因为它是一个类比输入 所以我们一样是先启用类比角位 那我接在A0 所以我选A0 然后它是一个输入的讯号 所以我选输入 然后我为了让这个讯号值可以读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读取类比角位A0 我选这一个积木 然后把它放在猫咪的外观的缩里面 让它每0.1秒持续的把这个感测到的 讯号的值把它给缩出来 然后无限重复 好 这是程式的部分 当我们action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数字产生 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猫咪正在执行它的感测器的程式 现在我们的光线是在室内 日光灯 办公桌的日光灯底下 如果我现在去在这上面 我们去做遮光的动作 我拿一张名片 卡片 我去遮住它的光线 你会发现它本来的数值 现在大概是900左右 那我随着我遮光的程度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把光线给遮掉之后 它的数字会下降到500多 500多 400多 500多 那我如果用手 那泥片稍微会透光 那我如果用手呢 把它遮近一点 到200多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用黑色的东西 遮光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那越来越近 会到30几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侦测光线的一个量 光线的量 侦测光线的量 然后遮越多呢 数字就越小 那 灯光越强 你也可以用手电筒去照它 那会发现它的数字会变大 好 那这个数字呢 每一个感测器模组买来的数字 它会不一样 那但是不会超过0到1023 因为我们讲过了 我们的这个Arduino上面的转换器 是2的十次方 十净位的转换器 十位元的转换器 那所以 它的那个精度就是只有到2的十次方 所以最小是0 最大是023 那因为里面有做了分压的电路 那所以它的 它的数值通常不会到 到最高或最低 那也有可能你买来的是 可能会在700到1023中间跑 那也没有关系 那遮住 它会数字会放大或缩小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都牵涉到那个电路设计的方式 那重点是你要观察 你是遮光的时候 数字是变大还是变小 然后它的 目前的光线 它的数字大概多大 你要去注意这些事情 找出规律就可以了